我們的同事就在警察學院附近 見到一名男士刑跡可疑 我們進行截查 在他背著一個背囊裏面 找到兩支仿製手槍 和一個通訊器 我們調查所知 他是一個電台兼職記者 但他所藏入的事 和他所宣稱做的工作是完全無關的 我們也留意到這個人士 他在2019年是因為這個黑暴事件 被我們拘捕襲警和告上法庭 不過後來法庭裏面判他是無罪的 今天是國家安全教育日 今天我們警察學院裏面 是有一些反恐的演練的 如果有一個人用記者的身份 拿著兩支仿製手槍 是走出來做一些任何的事情 我是不能夠想像的後果是怎樣 我亦都對於有一些兼職的記者 拿著兩支仿製手槍 在國家安全日 走到我們警察學校 是感到震驚的 我們現在是藏有仿製槍械 和無牌藏有這個通訊器 現在將它拘捕了 現在調查中 希望大家能必須製造 為我們什麼的 有些人會當時 說實際上 阻礼 訪找 有 有